那加熱煙跟電子煙 聽說是要進電子煙 然後開放加熱煙 不過會跟很多地方自治法會有相比出 大家會說這個底線越來越倒退 這不能說是底線倒退 以前這兩個都沒有管 那第一個我們看說 以前這是沒有 這是一個新興的東西 那政府其實立法來做相關的管制輔導 是有必要 WHO也在去年大概就很清楚 就已經昭示 加熱煙是煙瓶 那電子煙不是煙 那台灣也用這樣的方式 在加熱煙我們是指定煙瓶 然後要納入管理 要事前的審查健康的評估 那電子煙我們是禁止 大概分做這兩個方向 那煙害防治法另外也提出一些 相關更多的一些公共區域 禁止吸煙 然後另外對於煙盒的包裝也有所要求 那這是一個進步的法案 而且是應該要做的法案